刚刚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字典查询程式 那现在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字典查询程式 扩充变成一个音番钟系统 那有没有可能呢 其实如果是逐字一个字一个字就简单的翻译的音番钟系统 是很简单做的 那我们来试试看把那个字典查询程式Dlook 扩充成一个音番钟系统 mt.js 那我们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先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当我这个程式写好node.mt.js或mt 那js不打没关系 那接下来呢 我打adog.js.cat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程式呢 它会取出后面的这一个阵列 后面的这个阵列 因为前面是node和mt.js 这个是我们不要的 真正的句子是从第三个参数开始 所以我们就取出adog.js.cat 这个阵列 然后把这个阵列里面每一个字都查一遍 然后再把它塞到另外一个新的中文字阵列里面 最后把这个中文字阵列印出来就可以了 那所以最后会得到adog.js.cat 这一支是鹅的翻译 狗是dog的翻译 追是chess的翻译 一支又是鹅的翻译 猫是cat的翻译 所以adog.js.cat 一只狗追一只猫 那什么样子写这个程式呢 其实只不过是连续查字典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字典在这里 那我写一个mt这个函数 那它会传进的这个e呢 就不再是一个字 而是一整个阵列 那一整个句子阵列 字的阵列 那于是我一开始先把翻译的中文设成空阵列 然后我对这个英文阵列的每一个字 通通都先把字取出来 ei就是取出第i的字 然后呢 再用e to see 这一个字典每一个一个查过 把英文翻成中文 e to see 中括号 这会传回来 像cat就会传为猫 就会传为一只 那传回来之后呢 就塞到c word 接下来把这个中文的一只 字或狗或猫 推推推推推到刚刚那个阵列里面 那所以每一个英文字 只要查得到 它就会把字 推到那个中文阵列里面 那最后传回来的这个中文阵列 基本上就是翻译的结果 我们只要把这个中文阵列印出来 就会得到翻译的结果 一只狗 所以一只猫 OK 这是整个程式的执行结果 我们现在真正来执行一遍 我们的程式叫做md ok 那它会翻译 一只狗追一只猫 但是 如果我们今天呢 改一下 a dog a dog eat a cat 一只狗吃一只猫 那 a dog 如果我们 改回chess 但是呢 我们不要用dog 我们用bird 那这时候呢 因为bird在字典里面没有 所以呢 所以呢 它的这一个 bird的这地方 就会出现一个undified 因为没查到 存位的结果是undified ok 所以这个程式 基本上没查到的时候 是会变成哪个方法 那这就是我们的简易翻译系统的原理和执行结果 这就是我们的简易翻译系统的原理和执行结果 我们的简易翻译系统的原理和执行结果